提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的大城市 很多人应该会首先想到拉萨 可实际上青藏高原上的第一大城市 却并不是拉萨 而是青海省的省会西宁 与拉萨相比 西宁的人口多出了三倍之多 这个数字足以彰显西宁 在青藏高原上的引领地位 然而西宁的独特之处 并不仅仅在于其规模 这座城市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 同时西宁也是一个繁华的都市 你可以在大型购物中心 现代生活 也可以在传统的老城区 感受历史厚重 而这里的自然风光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周围环绕着壮丽的山脉和广袤的草原 琥珀与河流穿梭期间 同样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那么这里到底有哪些 值得一看的风光与美景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共同 游览这座青藏高原第一城 西宁 西宁 中国青海省的省会 建立在海拔超过2200米的青藏高原东部 城市的四周被连绵起伏的山脉所包围 青海省的母亲河 黄水从群山中穿过 并形成了一条宽阔的河谷 而西宁这座城市 就是在这条河谷中慢慢发展 成为了一座 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 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波古道的碧京之地 在西宁市的黄源县坐落着一座丹嘎尔古城 古城历史上因茶马呼噬而兴盛 有着茶马商都的响亮称号 60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 中原地区的人们用手里的茶叶 向四川西藏云南等地的马上换取马匹 大街两旁淋漓的店铺 仿佛正在诉说着那时的繁荣 不过时至今日 西宁依然是中原地区 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交通要冲 保持着青藏高原东方门户的地位 也正是由于这里地处藏汉文化的交汇处 慢慢地也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 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 各种宗教相互并存的文化交融之地 位于城市南部黄中区的塔尔寺 是西宁宗教文化最生动的体现 塔尔寺鉴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是以世界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 大银塔为中心不断扩建而成的 因先有塔而后有寺 估名塔尔寺 寺院建筑依山而建 气势辉宏珍宝丰富 栩栩如生的苏油花 绚丽多彩的壁画 色彩绚亮的堆秀 形成了塔尔寺的艺术三角 而作为艺术三角之首的苏油花 是利用染色的苏油所创作的手工雕塑作品 为了防止手的温度使苏油融化 在制作时需要不断将双手置于冰水中浸泡 当你来到塔尔寺 看到这些千姿百态 规模宏大壮观的苏油花时 一定会为这些信众们的前程所震撼 西宁有着多民族的融合 更有着各自信仰的和谐共存 而伊斯兰教同样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深远影响 坐落在西宁城市中心的东关清真大寺 是能容纳穆斯林人数最多 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它同样实践于明代 在这六百多年间 寺庙曾经历无数次破坏与重建 直至今日 寺庙仍在改建当中 寺庙外圈的穹顶及旋理塔将被拆除 这样便能与寺内属于历史文物的主体建筑 保持协调统一 更加具有中国伊斯兰建筑的风格和韵味 当然 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和宗教文化 青海省博物馆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它的规模不及其他很多省的博物馆 但这里的文化魅力独一无二 博物馆除了有青海历史文物陈列展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更有对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文化的系统阐释 是了解青海宗教民俗文化的不二之选 在以西宁市为中心的200公里范围内 云集了青海省旅游资源的精华 众多自然风光 以其壮美的景色和独特的地貌 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他们有的虽然不隶属于西宁市 但西宁却是距离他们最近的城市 在西宁西北方向130多公里的位置上 便是大名鼎鼎的青海湖 青海省就以这座湖泊为名 它是全中国最大的湖泊 环湖一周要360多公里 当你来到青海湖 你一定会被广袤辽阔的湖面 和湛蓝色的湖水所深深吸引 这样的景致完全不输给大海 而青海湖最美的 莫过于七八月之时 环湖千亩的油菜花镜香绽放 避波万情的湛蓝 外围散布着金灿灿的亮晃 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风景画 青海湖在诞生之初 本是一个淡水湖 雨水和雪山溶水为它提供水源 溢出的湖水又会形成河流 向东流入黄河 然而在13万年前的低质运动中 湖冬的山脉龙起 最终挡住了河流的去路 从此河水只进不出 这座淡水湖也慢慢变成了 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而那条龙起的山脉 就是日月山 这里山是雄伟 言风耸利 不仅是青海湖的天然水坝 还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以及汉文化圈和藏文化圈的坟界线 日月山的东侧是青海的农业区 千墨良田一派赛上江南风光 而西侧则是一望无际的牧场草原 牛羊成群 一副赛外景色 除了重大的地理意义 日月山还拥有着辉煌的历史意义 1400年前 大唐的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部时 就是经过此山作为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 他站在山顶 回首不见长安 希望一片苍凉 思乡之情 悠然而生 在青海湖的西侧 柴达木盆地的东端 还坐落着更为神奇的查卡岩湖 这是一座天然结晶岩湖 它的岩产量 可供14亿中国人使用约75年 因其平静广阔的湖面 如同巨大的镜子一般 倒映着天空 云彩和远处的山脉 景色 尤为壮观 漫步湖上 宛如至神天堂 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境 来到查卡岩湖 你还可以乘坐小火车 深入湖中观光 可以观看 现代化大型采岩船采岩的景象 也能看到用岩制作而成的 栩栩如生的岩雕 不过更加令人震撼的是这里的夜晚 你可以在这片湖区 清晰地欣赏 银河的浩瀚状 与流星的炫目诡异 而湖面的反射 使得星空与湖面融为一色 出现星空仿佛洒落湖面的 神奇景象 当提及今日的西宁 我们不得不提到 城市的现代化与繁华的城市风光 位于南川河畔的西宁中心广场 是城市的地标广场 也是西宁市民休闲放松 最理想的户外场所之一 由于它地处老城区的新藏地带 可以看到 广场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 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域 也展现了这座高原城市的繁荣一面 离开中心广场 沿着城市的东西主干道 五四大街一路向西 便可以来到 正在蓬勃发展的海湖新区 这片现代化的新城 自2006年开始建设以来 一栋栋规划整齐的建筑 拔地而起 宽阔的道路 现代化的建筑设施 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是海湖新区 成为人们热衷于 生活和投资的热门选择 而在西宁这样一座 远离内地的西北偏远城市中 能够出现这样的繁荣新城 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如果想要感受 一整座城市的繁华浪漫 就一定要来到 西宁南凤凰山上 依山市而修建的南山公园 在公园的山顶位置 处立着一座凤凰台 以凤凰展翅 风帆高扬的姿态 展现着西宁经济建设 和各项事业的腾飞 在这里 你可以纵览全西宁的城市风光 与凤凰台遥遥相望的 是一座电视观光塔 名叫浦宁之珠 这是上海浦东 当时远建西部的电视塔 由于建设在西宁市 就用浦东和西宁两地的简称 命名为浦宁之珠 这座电视塔 坐落在海拔2395米的西山上 这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 电视观光塔 夜晚 登上电视塔的顶部 站在西宁整座城市的制高点 灯光亮起 放眼望去 脚下整个西宁都一览无遗 这就是西宁 一座兼具现代与传统的城市 它静静地屹立在青藏高原的怀抱中 青山绿水 湖泊草原 构成了它美丽的景色 在历史的延续中 古老的文化和传统 在这里得以保留和传承 沧桑的古迹和庙语 也在诉说着岁月的沉淀 而在现代的发展中 崭新的建筑和商业区 呈现着西宁的蓬勃活力 而这里唯独缺少的 或许只是人们的关注 但当你真正走近它 感受它的独特之处 你一定会被西宁深深吸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下期再见